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英雄已经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 而清雄仍处于冷热兵器的火核时代 广泛的说法是 清雄装备的是火神枪 而英雄装备的是隧法枪 其实清朝当时也已经有了隧法枪 但是没装备 清雄的枪叫鸟枪 装备含有光剑和长矛 当时清雄利用火器和冷兵器的装备是5比5 基本就是部队的装备 一半是鸟枪 一半是冷兵器 鸟枪就是从火虫发展而来的 手工做法的产品 落后于英雄200年以上 绿营装备的鸟枪手工打造 差别很大 最好用的是御用枪 其次是精英霸气 再次是铸房霸气 最后才是绿营 火器也是一样 第一次配置 因为清朝是满座人建立的 他不信任汉人 清雄的鸟枪长两米 比人身高都长 所以你看外国的漫画很明显 那就是清雄的鸟枪不抓刺刀 因为枪太长了 而英雄的枪是装刺刀的 所以即使短兵相间 也是打不过别人的 最关键的问题是治疗的差距 手工打造 肯定比不上机器制造 除了带叉 铁制 铸造工艺 弹药质量 这些耳熟能详的差距外 最能体现战斗力的是 枪的射速和射程 清雄的鸟枪射程100米 射速一分钟 一至两发 而英雄有两种枪 一种射程200米 射程一分钟 两至三发 另一种射程300米 射速一分钟34发 这就是不对称的战争 就和美国打伊拉克一样 所以清雄后来一败涂地 也是可以理解的 估计只有皇帝理解不了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根本就不会有士气 因为士兵是人 他不是机器 你都看不见敌人 挂挨炮 这仗怎么打 所以千万不要被数字所迷惑 一看战争资料 清雄不是几千人 就是几万人 怎么会打不过 清雄除了绿营 还雇了好多勇 也就是雇佣军 明兵一类的人 正规军都是半火器 半弓箭 那雇佣军只能是大刀长矛了 那时候也没有国家名书大义 给这么点钱 谁愿意替你卖命 估计大炮一响都跑完了 除了武器装备落后带来的士气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 那就是兵响 士兵收入问题 1841年 林泽旭被革制后奉命前往浙江 向当时的明示包式神透露 林泽旭说 广东最精锐的是水师 而敬燕把广东水师的财路给断了 还想向士兵尽力抗应 这怎么可能不合情理 除了士气问题 还有兵将素质问题 贪污腐败不可避免 可口兵响 作假 吃空响这些也都存在 清雄绿营可是国家正规军队 职业终人 但是清朝没有现代化的退役制度 也就是可能存在当兵当到死 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奇葩事都有可能 冒名顶替 赴死子继都有可能 当兵毕竟是一份职业 比平农肯定强 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固定下来了 当兵俸禄又低 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 他只能想办法弄钱 这样就可能造成一个结果 那就是有些人 把当兵当作接职 主业是做生意 训练就走走过场 清雄连太平军都打不过 怎么可能打得过 英雄的职业精人 清雄绿营的编制 最基本的单位是营 一个营的人数 从200人到1000人不等 而且是分开助手 不是集中助手 因为绿营虽然名义上 是国家军队 实际的职责是防止地方叛乱 相当于今天的警察 所以朝廷下令调兵 就是从各个驻地 抽调若干人 组成一支部队 奔赴切线 这样的部队 别说战斗力了 还没走多远 战争都结束了 1840年7月 中英第一次夏蒙之战 清雄被打死9名士兵 这些士兵是清雄 最精锐的福建水师提标 提标就相当于提督的警卫班 年龄最小的22岁 最大的59岁 那不精锐的部队怎么样呢 那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许多地方 英雄兵不选任就占领了 根本就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 中英武器装备差距最大的是战船 英雄当时是世界第一海军 也有了蒸汽龙机 现在一说英雄就是船接炮利 当时清雄没有海军这种概念 官方的名称叫水师 装备的是帆船 相当于现在的海岸警备队 主要是在近海活动 不能出洋 清雄的帆船排水量不足百动 最多装十蒙炮 而英雄当时的战舰主要也是帆船 但是比天朝的战船大得很 英雄的战舰分为七个等级 最多能装炮一百蒙以上 最少也在十蒙以上 也就是说英雄最小的战船 也比天朝最大的大 英雄当时派来的主力战舰 只有少量几艘三等舰 其余都是五六等级和外等级战舰 根据资料 英雄的三等级战舰排水量 大概在一千六百栋左右 差距就是这么大 除了战舰 还有龙船 龙船是蒸汽动力 刚抓备海军 动位比较小 但是机动性和灵活性比较好 特别是在内核和潜水领域 效果很明显 英雄还有多艘用兵船和雇用的商船 还有医疗船 测量船等等 1840年8月 英雄到达贴京 齐善见到英国战舰后 给盗国帝上书 除了上报 英国的赵慧 还有就是自己的上书 齐善说英国的船 无风无朝 送水逆水 皆能飞渡 他们的炮位之下 设有石墨盘 终具机轴 只需移转墨盘 炮击随其所向 这就说明英雄的炮 可以换角度射击 而清雄的炮不能 这个也可以理解 因为炮那么重 人膜挪不动 但是道光帝 哪能知道这么多 清朝的皇帝 集权已经达到顶点了 所有事情都要他决定 一天光看各地的上书 别说英国船了 中国的船 他可能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英国的照会四千字 看完头都大了 过了一天 道光帝才给齐善下旨 指示他该怎么办 林泽旭也是知道的 但是他也没有给道光帝上炮 也有可能林泽旭 没有借到英国的主力战舰 因为当时英雄的进攻路线 是北上 而不是进攻广州 他没有和英雄主力正面接触 他判断这是鸦片贩子的 私人武装行为 而不是两国勘战 但是他来到广州后 肯定知道了英雄船船炮力 但是他没有上炮 他觉得能打 后来朝廷把林泽旭 发配到伊犁的初中 林泽旭给有人写信 总结鸦片战争实力的原因 林泽旭的意思是 英国的炮能打十里内外 王们的炮打不到 这是武器不行 英国的炮向放排枪 连绳不断 而清军放一炮后 需要过一会儿再放一炮 效率不如别人 这是技能不熟练 步兵外这个道理 就算有百万雄兵 也无可奈何 况且海岸线那么长 英国的船朝南步北 步兵能送舰移东吗 虽然清军士兵多 但都是面对面接战 像这样相距十里八里 不见面接战 还没有听说过 我的脚肺要领就是 武器优良 技能邪俗 将士佣命 现在炮不行 即使韩信和岳飞来了 也无可奈何 最讽刺的是 林泽旭给有人说 这封信不要给别人看 好 好